其實我覺得如果要投資 外套真的是 因為外套 今年大家記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這個風衣外套 我們先看到 風衣外套跟以前最大的不同 是今年有非常多 中性風 對 就是很大 看起來好像男生在穿的 然後它是落肩的有沒有 然後落肩有時候還會 在落肩裡面一點點小垫肩 就穿起來是非常有氣場的 所以你只要穿這樣子的 你看這兩個不同的時裝品牌 它都同樣出這樣子一個 寬鬆大健的落肩的風衣外套 它就看起來很有氣場 或者是除了這種駝色系以外 還有黑白格紋的 大家有看到 像西洋棋盤的那種格紋 很像是101中國裡面的壞女人 她們會穿的那種風格 也就是今年不管怎麼樣 女生一定要一個風衣外套 如果你覺得你的個子沒那麼高 你可能要一些外套 也去撐那個氣場 好 那西裝外套很重要 但今年的西裝外套 跟這個風衣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裡面有非常多是比較短板 或者是有一些是格紋的 因為彎痛的關係 你看這個格紋 然後它從上半身到下半身 都是統一的 或者是比較長板 但是一樣是大地色系的 所以我們以前看美國校園片那種 針織背心又回來了 你看這種很像乖女孩的針織背心 但是也是比較濁的顏色 比較大地色系的感覺 或者是如果你要最容易搭配 那就是牛仔外套 明白 但是今年的牛仔外套 跟以前最大不同就是 它有非常多的異材質拼接 或者是看起來像襯衫 又看起來像外套 你看我今天身上穿的也是 這是台灣設計師做的 也是今年這一季的 然後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上面非常多的這個 它連牛仔布也是 牛仔布有些也是 對 有些也是 所以它就做成非常好玩的 這種拼接感 一來環保 二來就是獨一無二 再來就是跟國際時裝就是同步 很多的拼接 它會把原色系 或者是刷色的牛仔布 拼在一起就會非常好看 所以今年你可以挑 你自己最夯的外套 當你的一個本命外套